穿泳褲邊泡湯邊悠閒吹笛子好 愜意天然水池水質清澈 飄出陣陣白煙到了秋冬 不少遊客來泡湯 這裡是宜蘭縣英士村 蓬蓬野席溫泉 號稱全臺最方便 品質最好 但觀光客帶來的髒亂 讓當地居民不滿 說這邊不要亂丟垃圾 就是給露營客知道說 他們有 我們這裡有做這個搏鬥 就隔天還是有垃圾 對 我們都會擠下去 垃圾還是留下去 不止垃圾亂丟 還有很多人把露營車開下河窗 擋住原本濃縮道路 就算西邊有大大的告示牌 寫著禁止車輛駛入野稀 還是有人不聽勸 更有遊客玩到忘我 深夜常發出噪音 造成村民困擾 唱歌會唱到沒有看時間 然後村莊者人有走下來跟他勸導 你們放鬆我們還要工作呢 你鞭炮過來會影響到別人 環境不斷被破壞 才讓英式村村民想要封路 蓬蓬野稀溫泉23號貼出公告 一度禁止遊客進入 只是山上還有水土保持工程 車輛要走才又放心 水保有那個蘇駿的工程 主要是工程車要上去方便 因為他有可能要載鋼心 可能要載東西 他路線又沒有什麼難度又很安全 真的太幸福了 24小時都能免費炮 甚至可以扎營 吸引不少網紅來開箱 不過太多遊客沒規矩 英式村決定在12月2號召開會議 決議將收停車費和清潔費 並設置活動式柵欄 維護環境整潔 收費 可能就會開進去吧 就會開進去 想辦法進去 澎澎溫泉遊客的炮湯勝地 卻造成居民困擾 只希望大家能遵守規定 一起保護野席溫泉 華視新聞張正輝 張若萍 宜蘭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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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星期ир 請問一下 旅遊樂